大家好,我是老沃陈教授 我的女朋友阿别和我认识快一年的 一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磨合 也有了足够多的感情 我现在决定要和阿别修成正果 打算在近期内去阿别家里向他求婚 我昨天发信息给了阿别 他是本人初步已经同意了 但是他现在是在万象他姐姐那里玩 他说这种事情他本人回去了以后 再和他爸爸妈妈商量 而我现在也是在中国云南境内 也要等我这边的事情考察完毕 回到老沃再去谈这个事情 和阿别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他是多次说过 我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么爱我的人 所以我决定用我的后半身 来好好的对阿别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他能过上好日子 老沃这边找另一半 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我经常开车在外面走 有时候一连几天 经过很多的村子 都见不到一个美女 他们这边的资源流失非常严重 已经形成 或者很快就会形成 重大的社费问题 有可能一两年以内 就再也没有什么老沃新娘 老沃老婆这回事了 老沃政府将永远关闭 外嫁的大门 我有一个在老沃多年的朋友 他本来娶了一个很漂亮的汉族妹子 两个人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也有五岁了吧 但是今年 他老婆被搞电信诈骗的富裕走了 去了金山脚那边 把他两父子已经是甩了 我朋友今年的财运可以 卖了一块地挣了几十万块钱 于是他付了一点二亿老币的彩礼 然后再加上酒席钱 找了一个新的老婆 才四五岁 但是他现在非常后悔 老婆一个是年纪太小了 第二个是长得丑啊 不漂亮 第三个就是 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 每天两个人之间说话 不会超过五句 所以我朋友多次叹气 说他的选择太吵赛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彩礼不要了 能不能退了 这个也是不行的 如果要退 还得赔一点二亿老辈的彩礼 老婆抓这个非法同居的非常严重 他最大的问题是年纪太小了 还要三年才满十八周岁 他自己都心知肚明 他说再过三年 估计已经没有办结婚证 去老婆老婆这回事了 有可能全国都已经早就停了 相比我朋友的老婆阿别的话 无论从外形啊 气质啊 身高啊 还有年纪啊 都是合适的 而且我们已经有比较好的感情基础 是值得我一辈子好好的对他 我是昨天来到中国云南 的一个边境小城市 我是来考察这边开直播的情况的 今天和明天是周末 很多部门是不上班 我要等到星期一先去一趟公安局 问一下这边 如果有国外的妹子啊 或者员工来工作 应该办什么手续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要去一趟电信局 能不能拉一条这个国际捐线 可以进行油管直播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今天还发现了有一个 这边县城的职业高中里面 有一个电商直播基地 我看到时候也去谈一下 能不能跟他们或者合作直播啊 或者加入他们这个直播团队啊什么 这个方式看一看 看行不行得通 因为我来的也比较仓促 也没有大电脑啊 所以说我身边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素材 剪辑也是很不方便 这个视频也上传不到油管 这个没办法 只能将就一下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